健康2.0的徒者您好 每天早上一起床 我最開心的是拿一杯好喝的五蔬果汁 而在五蔬果汁裡面一定要加優格 要做優格的容器也要消毒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用鍋中鍋的方式 來做原味優格 我有點冒煙可是不是大鍋 溫度大概差不多185度F 然後當你降下來的時候 到最適合的溫度是110度F 當我們取出來在鍋子裡面放的冰水 再把它降溫到110度F 預備好的那個菌粥就直接放下去 你用一個蓋子把它蓋住 繼續發酵的差不多7到10個小時 有一點硬挺的 那蔬果的概念呢就有兩種水果 一個是甜而不膩 一個是要脆的 青蘋果 接著下來呢我一定要說 讓你的家人剛開始不大習慣 有蔬菜加進來的果菜汁的話 軟和香滑的裡面我們會使用香蕉 芽菜裡面呢我會加這個 那蔬菜呢我很喜歡加大黃瓜 家裡有擔心高血壓的問題呢 你就可以加一點那個芹菜 要讓它有點顏色的話 可以加一點蘑菇 我還會加一點生菜 那其實這個比較老的外皮的葉子呢 我可以拿來打枝 像羅曼 對 最後很重要就是要加優格 不會太甜 不會太甜 可是有不同水果的香氣 Yeah good